总统蔡英文在沈荣金、侯友宜与 经济部长王美花的陪同之下 出席了新北市树林产业专区的 太阳光电系统启用仪式 除了感谢中央各部会与地方民间的协力合作 也称赞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 是地表最强的欧吉桑 地表最强的欧吉桑 我们沈副院长 蔡英文总统胜战的最强欧吉桑 推动能源转型不马虎 沈荣金强调在过程中要稳定供电 因此要为绿能做好万全的准备 这个东西环境的冲击 这总统说行政院要下来 我就要做各部会来协调 尤其现在大家比较不正义的 好像王部长说的 这些处备顶的 三去到我 跳到六去到我 跳到八去到我 而且加地公油的屋顶升 公油屋顶升了 又耍到学校的屋顶 我们首帝长现在在撒个 斑斑油冷气 耍到校校会发电 而且冷气所用的电所静到的电 刚才我们处备顶发的太阳光电 都把报道回来又超过 这样就叫做倒坛就对了 啪啪啪啪啦 啪啪啪啪啦 我现在要刷入这个所谓的 我们公油的对黄色 大家出来这些公家机关的 租会顶重新盘点 那时候油机长带来那些 我说这我不及格啦 都等于检讨 所以我每周就出这些公家的 租会顶出来 好的租会顶出来 再来工业区 工业 屋顶 我们过去都要求 割来而已 割外的这些都没有要求 我给邮机长说 这些也是空间 这样 这些都做好之后 民间看到之后 社区公民电厂就更进了 对啦 所以说在这个租会顶这 可以说大家有在期待 我们就照我们的工作重点 就在这里做好 另外在地面推鱼电共生 在执行上 先从没有争议的空间开始 丁景行政效能 也会以价质量 不让地主炒地皮占便宜 地面型的 我们对这些鱼电共生 鱼电共生在三个过程中 大家都说 那些很多事情 环境社会减合 还有海关法的问题 还有所谓的 要如何去并联 这些都在那里顿地 很简单了 我正当十月十月十月十日 这三个月 我们经济部曾文森次长 农委会陈天秀副主委 来建坡法处长 他们这三个 副首长去把我整理这些面積出来 先去做什么 没有争议的这些空间都把我整理出来 这三个月都在四千七百空气公斤 出来之后 我现在这星期要来听什么 听说空间出来之后 我要来听两个字 你速度把我禁不 不把我收断不 因为面積出来之后 现在大家看到有市场 要来行政 行政效能能不能做得出来 这就能说政府不是用嘴唇 我都给你做得好之后 让你开发商 住的资金和技术 来住这个气温 这看要室内行 还是室外的都可以 来做这个太阳光电 所以说 最近你们又跟我说 哦 现在大家都在插土地 所以我今年要四千公斤 要以努力来做这些 让大家这些地图 不能再厉害 在沈农金的领导下 发展太阳光电已见曙光 需要更多企业 加入一起努力 为了稳健来推动太阳光电 行政院由我们沈农金副院长 领导化户备的工作小组 盘点场子 简化流程 排除困难 也已经盘点出 公有屋顶的空间 会加速来充斥 那么截至去年为止 屋顶型的光电设置量 已经突破四个地道了 那我们感谢企业的响应 也希望更多的企业 一起来加入设置光电的行业 季九省志永新北市采访报导